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别太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呢 可以试一下插一个轮片的样子出来 例如六角形的样子 例如一个小小的 不是明显的六角形 类似风潮的样子 从树本身那块树皮是有纹 轮片 片状的 如果你加了这个之后呢 比较湿 所以要再轻一点 做Handy 然后浓了 浓的 去龙 可以拖个框 勾一勾轮廓出来 别太死,别这个样子摸摸下来 停!停!停! 急停,停一停! 重!停!停!停! 重书,我们有个名字 我们应用它是扼云普石 之前我都说过了 是扼云 报时,普石 什么意思呢? 它在山上的时候 这个山,这里有个云 重书在这里 好像躺在云上,好像睡在 云端上,扼云 普石,这个重书 下面有一个石头 重书是这样的,弯过来,扭过来,好像抱着石头 松书的形状可以,那个姿态很漂亮 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是银刻松呢? 主要是因为它是好像一个招呼,打招呼这样 打招呼这样 把手弯一下 这样 所以我们画枝的时候呢,是怎样做呢? 这个是主概呢? 我们画枝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这里这样下去 弯下去之后,再上来,在这个位置画的 停吧,停 停 松书不同的梅花,梅花你可以这样 一条线,这样过来 美花旗族的印象,就这么大一段 跟着这个 松书呢? 通常都是短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 这个主角,弯过来,弯过来,弯过来 这样的形状就更漂亮 就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弯过来,轮廓出来 可以勾根的 有需要,但我自己觉得如果是短的 或者这些 主角以外的,不需要勾太多 因为你勾太多,这样是勾花的 所以我不是很建议的 OK? 松针 松针的演绎方法呢? 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如果画得很Q的,它是这样的 就是在那动画片里面 这个松树的那个,真是这个样子 比较小孩子的感觉 捅娃我的样 还没? 摇地雷的革命员 就画得很细致 就如果画一个这样的话 应该两小时吧 两个钟 但我们的零蓝派呢 零蓝派呢 就感觉上它 比较 随意比较放 这样 比如这个位置 停一停 一个做中心 一对 一对 两对 三对 四对 五对 六对 可以很出品 可以向外面 也可以向里面 比如说 可以短的 这个样子 啊 然后呢 这里 比如说我画一点 比较浅一点的颜色 哪是浅第一个啊? OK 这个样子 这里比较浅的颜色 这里比较深 可以画多一点 比如说这里 这个位置 短的也行 这里 比较短的 你看 树枝 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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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个姬 从增 是这样的 那通常我们画的时候呢 要等一会儿的 等它干了之后 才染颜色 今天会加上染颜色的 要稍微静一下 大家等五分钟左右吧 你喷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最后一个角子 炸一炸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喷的时候 如果你抹一抹 弄一弄 它就很麻烦 它把东西摺起来 摺起来就很麻烦 怎样的麻烦呢? 解决一下 你可不可以用水? 可以的 其实有浴缸浸下去就可以了 不过你用浴室走出来 就这么麻烦 你可以用水 用筆这样拆也行 不过会弄坏 这样就最不容易弄坏 湿水有两种情况 这个真的要听着 很重要 我怕你是错了 两种 这里有一点 是不是? 这里有一点 是不是? 这个分别是什么呢? 这一点呢 我拿不走的 这一点呢 其实理论上我可以拿走 见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亮的 亮身的 我那一点是在水上面 等于水上面有一滴油 或者咖啡 你不走就行了 是不是? 下面没有影响 但是这个就不同了 这个其实已经塞了一张纸了 我点下去就点到一张纸上 它透了下去了 你拿不走的 我看你回来 旁边的但下纸上 我看你走的 我看你走的 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